在寒冷的雪山上 一个年轻的小伙 光着身子坐在地上 他手拿着一个瓢子 将冷水倒在自己的头上 随着冷水的不断流淌 小伙的全身都起了一层疙瘩 但他丝毫不在意 他看起来一点也不感觉冷 他把剩下的冷水都浇在身上 直到身体完全被淋湿透后 他就静静地在寒冷的天气中 打坐冥想 与他一起的还有另外一个小伙 他也是如出一辙地 往自己的身上倒冷水 然后打坐冥想 在我们常人看来 很多人都觉得 这两个小伙很了不起 但有一个人 要比他们厉害得多 那个人便是他们的师父 他们的师父叫做多杰尖赞 已经有七十岁高龄 但是看起来却很年轻 多杰尖赞是一位 有大成就的瑜伽士 他常年都住在一个神圣的湖边 也为他四十一年来从不穿鞋 所以人们称他为 赤脚瑜伽士 或者疯狂的圣人 他是仅存的 为数不多的 伟大瑜伽士之一 当地人都说 如果想要了解瑜伽士 那就必须去拜访的 但是多杰尖赞不想接受 外人过多的拜访 我们现在看到的视频 是摄影师几经沟通后 他才肯接受拍摄的 视频中 他的一个学生 正在往一棵树上攀爬 将精翻挂在树上 多杰尖赞指挥着 两个缺乏经验的学生 看着学生们笨手笨脚的 他忍不住脱掉自己的衣服 然后亲自爬到树上 虽然他已经有七十岁高龄 但是他爬起树来 动作熟练 利落 比自己的学生还要灵活得多 在他的指挥下 精翻很快就挂好了 多杰尖赞是内火瑜伽的典范和佼佼者 他经常在大冷天的时候 一个人光着身子 坐在瀑布下面 任凭冰冷的水流倾泻在自己的身上 他也不感觉冷 在多杰尖赞的指导下 他的两个学生的内火瑜伽 已经练得有所成 他们身体不再受寒冷等外部影响 在零度以下的环境中 他们不穿任何衣服 此外 他们还望自己的身体倒冷水 并且没有展现出丝毫的寒冷的反应 实在令人惊叹不已 多杰尖赞向来访者说道 我们的身体有着不同的内在能量通道 我们需要确切地知道病内化 他指出 我们的身体从头部到臀部 有五个能量中心 必须能够控制 在我们身体里有着大量的运动 能量穿过身体 并产生热量 他告诉来访者 如果能够意识到这些能量并控制他们 我们就能够开启身体内在的潜力 达到身心平衡的状态 进而实现真正的自我探索和发展 多杰尖赞接着说道 当你能够正确地控制这些能量中心 你的身体就能够保持健康 你的内心也能够获得平静和安宁 通过冥想和瑜伽修行 我们可以让这些能量通道更加畅通 让能量自由地流动 这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当我们的能量通道被阻塞时 我们就会感到身体不适合情绪上的不平衡 你必须将力量和温柔结合起来 就像你给牦牛挤奶一样 任何人都可以掌握那伙瑜伽的技巧 但很少有人能够看到万物的相互依存关系 那是一种连接自我的方式 外在世界只是你的内在本性的反应 据说那伙瑜伽曾经拯救了多结奸赞的生命 虽然多结奸赞对此闭口不谈 但他的一个学生告诉来访者多结奸赞的故事 据他的学生描述 多年以前多结奸赞曾穿过结冰的湖面 但是冰层破裂了 他掉进了湖里 只有头部露在外面 三个小时后才有人将他救了出来 然而多结奸赞安然无恙 甚至连感冒都没有 原来多结奸赞掉进冰湖后 他使用内火瑜伽的技巧来控制自己的身体 使身体保持温暖 避免体温过低而死亡 多结奸赞的学生告诉来访者 多结奸赞的内火瑜伽技术非常高超 这也是他能在极端环境下保持健康的原因之一 最后 当来访者离开时 多结奸赞站在他的屋外送别 神态平静而安详 他驻来访者在接下来的寻找瑜伽式之旅充满好运 在多结奸赞的身上 来访者看到了一种超越常人的境界和智慧 他的生命中充满了不可思议的经历和奇迹 而他所追求的内在力量和自由 也让人不禁为之敬畏